使徒行传第四章 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 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 因他们教训百姓, 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 于是下手拿住他们, 因为天已经晚了, 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 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 男兵数目约到五千, 第二天, 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 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 约翰、亚历山大, 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 教使徒站在当中, 就问他们说, 你们用什么能力, 奉谁的名做这事呢? 那时, 彼得被圣灵充满, 对他们说, 知名的官府和长老啊, 倘若今日, 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 查问我们, 他是怎么得了权欲, 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 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权欲, 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 已成了防脚的头块石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 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名, 就稀奇, 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 就无话可搏, 于是吩咐他们从工会出去, 就彼此商议说, 我们当怎么办这两个人呢? 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 反驻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 我们也不能说没有, 唯恐这事越发是怀扬在民间, 我们必须恐吓他们, 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 于是叫了他们来, 禁止他们, 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 彼得约翰说, 听从你们, 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着亮吧, 我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官长为百姓的缘故, 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 又恐吓一番, 把他们释放了, 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歧视, 都归荣耀与神, 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 有四十多岁了, 二人既被释放, 就到会友那里去, 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 都告诉他们, 他们听见了, 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 主啊, 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 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 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 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臣仔也聚集, 要抵挡主, 并主的受高者, 西律和本丢比拉多, 外邦人和以色列民, 果然在这城里聚集, 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 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 他们恐吓我们, 现在求主见察, 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 讲你的道, 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 并且使神迹奇事, 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 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 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 都是大家公用, 使徒大有能力, 见证主耶稣复活, 众人也都蒙大恩, 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 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 把所卖的价银拿来, 放在使徒脚前, 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有一个立位人, 生在居比路, 名叫约瑟, 使徒称他为巴拿巴, 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卫子, 他有田地也卖了, 把价银拿来, 放在使徒脚前, 放在使徒脚前,